中文語音轉換文時軟件 單元3 攔子處理 同學在使用SCT語音輸入時 難免會遇上電腦未能準確辨認語音的問題 不如我們先看看短片 看看如何處理攔子吧 家長可以限制子女上網的時間 句號 如果好像在影片裏面那樣 軟件在辨識語音出現問題 你可以用以下方法去修改 第一就是使用其他輸入法 例如速成 將你想輸入的文字打出來 另外我們都可以配詞進行修改 再將多餘的字詞剷除 例如上網就可以分拆成為 上下左右 網子 我可以選擇 軟件未必能夠完全準確辨識語音 出現錯誤的時候 同學可以靈活運用不同的更正方法 就好像影片裏面子女上網 兩個詞語都未來顯示的時候 你會怎樣做呢 原來都有不同的方法可以解決問題 以下介紹3R 同學可以因應個人的習慣 調教出最適合自己的難字處理方法 第一個R叫Repeat 重複 如果是因為收音的問題 大聲一點清晰地重複一次 軟件就可以更容易辨識到你讀出的語音 記住要在適當的地方停頓 完整地讀出短句 使用電腦能夠辨識到你想表達的意思 還有記得要留意有沒有咬字不清楚 如果想令電腦辨認到你想表達的意思 當讀句子的時候 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去停頓或者斷句 例如第一個例子 又例如這個例子 但千萬不要在一個詞語中間斷開 第二個R是Replace 取代 配詞是一個很好用的方法 將單字拆開再配搭另一些詞語之後 刪除不需要的字 就會剩下所需要的詞語 如果想到另一些近異詞 也可以取代原本的詞語 如果電腦辨認不到縱容 我們可以用配詞的方法 將縱容配成縱使及容易 然後刪去多餘的使和異字 就可以得到需要的詞語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近異詞 放音去做取代 最後一個R是Rewrite 輸入 就是借助其他輸入方法 好像用手寫版速成等等的方法輸入 最後特別在應試場合 為得節省時間 我們可以先露空所需用的詞語 再用電腦的螢光筆記下位置 打印出來之後再用手寫補償 有時未能順利輸入口述書面語 真的令人很苦惱 就好像我讀了很多次 污者是負 都是出孤者自負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用3R的方法 在這個情況下 相信配詞會幫到大家 當你將詞語的單字分開配成詞語 然後刪除不需要的字就可以了 是不是明白了呢 如果要輸入比較少見的詞語組合 我們可以用配詞的方法 現在我們一起看看表格裡面 第一至三題 配詞的時候可以盡量配常見的詞語 或者機構名稱 給大家多一點貼士 遇到一些很少見的詞語的時候 例如第四個詞語 冒埋 我們可以預先配詞 並將它們在個人的難時表記下來 下次遇到這些詞語的時候 可以快點用組合去配詞 花很多時間 今次的課堂就到這裡 下課見 拜拜